现在的电视剧,动不动就爱直接上半身,下半身经常消失隐藏,仿佛观众想要看到全身,那都是另外的价钱,那镜头没拍到的下半身里,都藏着什么命令呢? 在影视剧中,有些男女主身高差太大,需要进景通况时,就不得不借助外力,这时候箱子就来就场了,女生踩在箱子上,身高瞬间有了质的飞跃,镜头里通况看上去也更赏心悦目。 并点拍进景还算容易,需要一动的进景就需要很多箱子来曝出一条抗装大道,所以一不惧的成功离不开幕后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。 黄小明自出道以来有过不少潮点,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一样的身高,黄小明曾经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就是1米79,差一厘米都不敢多说,很诚恳的样子,就怕受到网友吐槽。 而黄小明在泡沫之下曝光出来的花雪里,更是成为了采箱子拍戏的男明星的经典场面。 当时黄小明身边的是身高180厘米的女模特林佳琪,179厘米的黄小明却比她挨了大半个头,于是缠工不得不搬跪着,一边走一边换木板,十分辛苦地给黄小明图箱子,让他们那喜实身高差距不至于太大。 国内顶流明星肖战与杨子朱远的余生,请多指教3月31日迎来完结片,自该剧播出以来,收视与创佳季,最后两季更是大爆发,单位流量更高达2.17亿,该剧至今已累计30亿惊人网播量。 不过有眼前网友发现,剧中镜头多定格在主角上半身,近日网上有人分享肖战,杨子的下半身拍摄秘密照,意外曝光镜头去交在上半身的运镜人衣,一张照片让网友全看傻眼忍不住大笑。 肖战和杨子在剧中历经误会,争执,冷战而重修就好,剧情看起来感人又浪漫,但现实中,却因为肖战拥有183公分的傲人身高,与杨子的167公分在镜头内不搭,因此拍戏时他是张开大场可演浪漫戏, 从镜头后面看真实模样相当搞笑,而在顾卫和林直晓恋爱后的片段里,他连闻戏就有40多场,可以说是甜到发慌了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在肖战和杨子的闻戏镜头中多数都是上半身镜头,那么杨子肖战为何拍闻戏只拍上半身,等镜头往下移,网友忍不住笑喷了,余生剧组还是不给力,闻戏花徐纳是一点都没放,最后观众还是凭借网传的路透视频,看看这改人的闻戏时刻,由于身高差的原因,娇小的杨子和肖战亲� 需要点起脚尖,然后再和肖战多方位亲密亲吻,亲的杨子脚都酸了,但在正片中却只放了三秒钟,这果然是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宫外,删减得也太厉害了吧,当然这并不能阻导我们磕堂的步伐,除了剧终令人心动的吻戏外,肖战和杨子私下对戏的场面也是很好磕的 王一博和肖战拍陈琴令时刚好在夏季,在花式中,王一博和肖战纷纷把衣服撩起来露出大腿,估计是因为天气太热了,两人都顾不上自己的形象了 不过,有趣的是肖战的腿和王一博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肖战的腿黑且很坚实,一看据说经常锻炼的,而王一博的腿看起来白白嫩嫩的,这腿让许多女生都自叹不如雅